据环球网援引外媒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2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现在与美国进行任何削减核武器的谈判都没有意义 让他们自己跑过来或者爬过来 请求谈判吧 报道称 梅德维杰夫在谈到一项新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时表示 现在一切都是死胡同了 我们现在与美国没有任何关系 和美关系的开尔门温度为例 梅德维杰夫说 目前还没有必要救核财军问题 他们谈判这对俄罗斯不利